非壹革命的 иб hacemos 你忘了罵 我是一個台灣移民的牧師 那基本上我是跟隨著上帝的呼召 God calling 所以我會去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就从台湾到美国 San Diego后来到Irvine 那我在教会里面除了讲道之外 带茶巾带各个团契以外 也跟这个教会的年轻人像英语部 有时候我会跟他们在一起家庭聚会 跟他们一起出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那我自己觉得我的呼召比较是这种 教会的发展对于外面的 对于年轻人 还有这个孩子的部分 是我比较觉得有负担的地方 教会的音乐有时候我也会去帮忙 因为我本身是学音乐的 那我也学美术 教会有一些相关的事情 我也会去参与 所以这就是说的故事 的教会是神仰厚历 我实际上看到他在最完美的时刻 因为在几个月 他会移动回到台湾 结束了一个巨大部分 所以我认为他有很多需要分享 关于他的经验 两个人在台湾 和他的孩子回到台湾 Much of the house has been packed up already but I was still able to find some Lego sets to film some sick B-roll 我有一个新的call 就是从台湾 那因为是遇到pandemic 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在这边 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然后我觉得上帝在帮我关门 也帮我开了一个门 那我也是希望能够回去 在社区的工作 在culture方面的参与 那也会遇到教会的150周年 那我在这边可以一些帮忙 在150周年的庆典 还有礼拜堂的建筑 那这个都是我一直希望能够参与的一个部分 as the date of his flight creeps closer he knows his days with his children are numbered and precious 当他和他的妻子 moved back to Taiwan his kids a set of twin brothers and a younger sister will be left to take care of the house s since his daughter follows his path in the arts he wishes to spend the day teaching her how to stretch a canvas 再来 这个这样 你把那个竹子放过来 你把那个竹子放过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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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太大了 不需要太大了 这样 这样 扭下来 这样 这样 变 变 通常我来用手 这个没用 这样 aze He seemed to be a man of many talents and naturally i grew curious about his childhood 其实我们小时候家里算是经济很不好 因为我父亲是一个画家 然后在F World War II 其实画家 艺术家其实是非常没有经济来源的 那我十岁就没有跟家里的人住在一起 住在乡下 然后当然乡下的生活是很有趣的 但是我有一堆朋友从乡下来 他们就是对一些娱乐上面都没有什么经验 有一年的暑假 我带他们到高雄市回去我爸爸妈妈家 那我姐姐就很高兴 就带着我们去打保龄球 我们一票五年级的学生 通通没有看过保龄球 那第一打的时候非常用力 你打下去球留在原地 然后人就滑过去了这样子 那后来有机会到了美国之后 我有一位表姐夫 她是一个牙医 然后呢 她很喜欢打保龄球 她喜欢找伴 就找我 我觉得很大的不一样是 在美国你要做什么运动 他们都会把装备弄得非常专业 在台湾是什么东西就将就就好了 当然在美国又用租的 那我这个姐夫她就说 OK你要陪我打球 我买一套设备送给你 所以我的身边就有球 有鞋子 有袋子 我这是这辈子第一次拥有这么好的一个设备 然后就跟她陪她打了几年 打到那个保龄球馆关起来为止 这个就是我的保龄球的装备 生平第一组 自己的 球 自己的专用球 照我的手去挖的洞 所以是非常费 我的 很漂亮 是非常棒的一个礼物 这个是我爸爸的画 比较特别是这个是高雄很有名的 很重要的一个river 我们叫做Love River 然后我们很多的生活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家离这个非常近 所以我爸爸画了好几张这个Love River 那不同时期 这是爸爸送给我的 放在这边 也是他做的 那我爸爸也做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然后他的手工 像那个 他说送给我的时候 说这是我跟我太太 Facing the Light 旁边的是我的画 那一个比较抽象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叫三代 这是我女儿心里的画 这是阿里山的 这个也是爸爸的画 那这是我的画 那个Usemate的画 那这个 这两幅都是我的画 我喜欢画这种Lighting的东西 那这个也是在尝试用抽象的 那开始的时候不知道画什么 那慢慢的图像 心里在想的东西就会跑出来 这个就定调是Holy Spirit 那耶稣的像也出来了 那有天使 那有像火一样 有像花 在比较深的颜色代表是 我们的Difficulties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Hope 这是我画的 这是捷克 那这是女儿心里画的阿里山 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山 那这个是我画的 台湾的屏东 一个白湾 Aboriginal people 那我非常喜欢他们的那个装扮 那这个是 我心里画的 她画她跟我妈妈 Grandma的事情 那她搬来美国之后 就怀念阿嬷 所以她在她的很多的创作里面 都有把阿嬷放进来 Behind each of these paintings is a story Captured within the canvases were tales of loss community faithfulness and mixed into their colors were dedication and vibrance 其实来美国有一点意外 那来了之后就觉得说 在跟这些台湾移民在一起的时候 了解到说这些台湾移民 有一些cultural gap 他们留着以前可能30年前 40年前50年前 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自己的文化 那对我来说 我当一个新的移民 来讲 我觉得可以了解台湾移民的一个 他们的自己的文化 跟他们的困难 那我觉得我可以 从一个当牧师的角度来讲 我可以做一个桥梁 或是一个跳河的一个角色 但是就是说因为面对现在的 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然后就有一些困难 那我就觉得有一个新的呼召 上帝要我回去台湾 所以最近就是在忙着 要搬家在整理 那在台湾就有一个新的服饰的一个方向 现在要回去的这个方向 我觉得还蛮excited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教会 它将近要150年 那我的第一个 牧会的地方 也是一个古老的教会 那我在那个地方 也做过cultural的事情 做个跟社区有关系 我发展那个tourism的 那个tricical的tour的规划 我刚开始 还没有当牧师之前的 intern的period 我是在台北 也是这个区域 那我好像又回到原来 我的那个时期 第一个step 第一个turn 那我觉得说 有很多的事情 上帝就把我放在 全部放在一起 要让我去complete 对我来说 好像是一个人生的last step 在牧会上面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也蛮兴奋的 对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能做事吗 对我来说